午餐終身還沒響 校園裡就有人搶先開動 是誰那麼大膽 日本中小學的校長 都是午餐實驗者 菜色新鮮度 熱度 熟度 味道 以及是否含有異物 校長吃下度確認安全 才能放行 東京的神南小學 這天的午餐是豆芽菜 烤肉餅 小魚乾拌飯 蘿蔔湯 和牛奶 食材安排 暗藏巧思 為何要把魚乾拌 為何要把魚乾拌 加上魚乾拌 學校謹慎把關 因為飲食西化 不只破壞日本共食文化 也讓吃米傳統漸漸崩解 1962年 日本人平均每年購買 115公斤的白米 到2012年 只剩下約56公斤 少了一半 造成稻米產量過剩 為此1976年 日本營養午餐 從原本的麵包 牛奶倒入米飯 政府補助學校 添購吹飯設備 和白米補助金 更進一步 在2005年制定 食慾基本法 在教育現場 有比較具體的 成績 實驗法 資慾法 通過後 日本各區的中小學 都必須配有教師資格的營養師 除了設計菜單 還得到最前線教課 這個中間有幾個糖是在哪個糖封入的呢? 3個的 12 13 全部的13個 這部分的砂糖是在這瓶的中心中 針對不同學科系統規劃課程 橫向重視聯繫 像在自然課種菜苗觀察植物生長 語文課就用食物搖起來或敲打的聲音 判斷食物口感是否新鮮美味 縱向規劃則是一年級 循序漸進 低年級認識食物原型 像挑食說不 中年級學習味覺 高年級則要學怎麼分辨食品添加物 食物在煮食前的 皮膚剥皮 剥皮中的食材 實際檢驗成果 實施十年來 小五男女生的平均體重 減少了大約一公斤 日本食慾基本法強調從小扎根 但成人也必須持續學習食慾知識 在超市的入口處就可以看到這十四名食慾師的照片 他們都會在店裡頭回答顧客問題 以最簡單的方式講解最複雜的食慾知識 他們是食慾保衛隊員食慾師 日本農會2005年創立了食慾師制度 第一年只有14人 2015年全國共有2100人分散在各個農會超市 生產者和消費者和食慾的情報 關於食慾的情報 食慾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認為要成為食慾師必須取得執照 包括日幣7萬元的報名費 花六個月透過網路上課 論文考試 研究項目則南瓜食品成分 添加物 標示 料理方式以及通路等等 第二時期的食慾是結業這天 最後一堂課是到超市實習 接著就要成為捍衛食安的重要防線 不少農會超市會以協助支付學費或加薪為誘因 鼓勵店員考照 從校園到超市食慾兩字 以逐漸深入日本的庶民生活中